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30日 星期三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 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29日推特帐号Glass Notes 干指出 普京是因为普利哥任的罪机事件造成军心动荡 并对国际拘捕令和被暗杀的恐惧 让他不敢在外界露面 同日 克里姆林宫透露 普京不参加普利哥任的葬礼 美媒Political分析 普京对普利哥任死亡的公开反应 已露出他前所未见的紧张情绪 推特帐号Nakita爆料 俄罗斯国防委员会议员索博列夫表示 华格纳集团将不复存在要清算 华格纳是非法武装组织 只有那些没有参与叛乱的华格纳分子 才能跟国防部签订合同 参与叛乱要接受相应调查 而华格纳长期在非洲深间 不但跨领域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也和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但俄国内部的传闻指出 普利哥任在非洲部下的棉密商业网络 已经触合到普京的红线 甚至在利比亚、华格纳 还试图取代俄罗斯国防部的角色 而被称为华格纳的极右翼分队的 俄罗斯新纳粹军事组织 鲁西奇近日威胁退出俄乌战争 该组织指责克里姆林宫 抛弃了他的领袖比德罗夫斯基 比德罗夫斯基上个月试图通过 芬兰客以身的机场时被捕 俄国外交沽无视他的求助请求 该组织表示 老西奇会停止执行任何战斗任务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护其公民 那公民为什么要保卫国家呢? 据芬兰MTV3电视台25日报道 芬兰当局应乌克兰的要求 拘留了比德罗夫斯基 乌克兰要求以恐怖主义指控引渡他 去年比德罗夫斯基已经受到欧盟和美国的制裁 据路透社报道 老西奇是新纳粹组织 早在2014年就开始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 和俄罗斯支持的代理人并肩作战 并在入侵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发挥了作用 老西奇曾经批评俄罗斯国防部 对乌克兰战争的处理方式 并支持华格纳叛乱 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 普利哥任喪生后 老西奇表示 让这个成为所有人的一个教训 你总是必须一路走到底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在战情更新当中说 老西奇将会拒绝在乌克兰执行战斗任务 直到俄国政府确保 比德罗夫斯基得到释放 27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欧亚中心高级主任赫布斯特 告诉新闻周刊 老西奇对普京的最后通牒 是对其权威的又一次挑战 并表明克里姆林工 无法全面掌控其政治和政策 老西奇退出乌克兰 可能会让俄罗斯的前线 留下一个脆弱的关键点 另外西点军校助理教授卡尔伯格近日表示 22日乌军收复了距离亚速海大约90公里的罗伯蒂 可能是这场反攻作战的关键转战 乌军只需再前进10至15公里 就能以火炮瞄准俄罗斯东西向的运输路线 这段公路路线对俄军作战能力至关重要 如果乌克兰能够封锁这些公路和铁路 俄军就很难继续战斗 乌军尼胜利只有一步之遥 此外俄国官媒RT电视台报导 近日俄国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呼吁格鲁吉娅务实一些 放弃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领土主张 俄罗斯曾在战后宣布这两个地区独立 但未受到格鲁吉娅等大多数国家的承认 而颁布总统令的正是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 格鲁吉娅如果承认两地独立 俄国就可能会透过相同手段来推动和乌克兰的谈判 以达成占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目的 8月初在两国战争15周年 该国总理加里巴什维利批评俄罗斯是其为入侵者 此案Nekita爆料 梅德韦杰夫还承认 如果乌军胆敢进入克里米亚 就会向北约宣战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基里尔布达诺夫 就回复安排 日本福岛核废水24号排放后 南韩政府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 在近海远海的所有检测点的辐射量 均达到安全标准 请到报道 根据韩联社报道 海洋水产部副部长 朴成分29号在记者会表示 在川岛含川废水排放入海后 当局在近海5个海域和25个检测点 远海9个检测点 实施海洋辐射量紧急检测 检测结果出炉即开例行公布 直至今天指均符合安全标准 另外 针对生产流通环节的水产品检查 进口水产品检查 船舶压仓水检查 国民申请检查的结果 政府称其辐射量均处于适宜水平 朴成分指出 政府已将海洋核辐射定期检查点 从92个增加到200个 明年将继续增至243个 非南韩海域定期检查点 将由日本附近的8个 增至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18个 据美国巨峰中心的预测 热带风暴 伊達利亚 已经在8月29号 增强为巨峰 可能在29号 会沿着佛州海岸的中西部 带来几场龙卷风 并预计8月30号 在佛州坦帕北部的大湾地区 登陆前 迅速增强为极其危险的大型巨峰 请你报答 巨峰中心警告说 当风暴的风将海水推向海岸时 风暴潮可能迫使佛州北部部分地区的水 上升达到12英尺 一些地区的风暴潮 还会有巨大而危险的海浪 在28号 佛州州长德桑帝斯 已经宣布佛州进入紧急状态 拜登也宣布佛州进入紧急状态 在29号早上 伊達利亚的风眼位于佛州坦帕西南約370英里处 以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向北移动 最大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英里 令伊達利亚升级为巨峰 而在29号晚上 风速将达到每小时120英里 预计伊達利亚的路径 将影响到佛州的广大中部地区 包括坦帕和奥兰多等城市 坦白国际机场官员宣布 该机场从29号开始 暂停所有商业营运 并保持关闭状态 一旦认为安全 将再次重新开放 目前 这是唯一受到风暴严重影响的主要机场 据航班跟踪网站Flight Aware显示 西南航空共有144个航班被取消 联合航空公司 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也有受到影响 总共有大约150个延误 和近200个航班取消 而多家航空公司 已经向受伊達利亚影响的机场的乘客 发出了警告 另外 从29号一直到星期四 佛州西海岸部分地区 狹长地带和乔治亚州南部 可能会出现4-8英寸大雨引发的洪水 也请看到这个消息的居民提前做好准备 佛州有超过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 随时待命以帮助应对风暴 但如果风力超过一定程度 救援队亦无法反应 而德桑帝斯已经告知居民要做好停电准备 我们来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近期中国经济严重下滑 连首都北京的很多商店都正在关闭 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 民营企业破产潮 和外资撤离浪潮 有学者认为 和经济层面大萧条相比 中共还有一个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 请听报道 中国经济有多差 首都北京的现状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曾经繁华的北京 很多商店关闭了 其中包括来自法国的加洛福 据法新社报道 北京南韩区购物中心的商贩说 加洛福 圆纳 整个北京都这样了 相反说 年初加洛福就关门了 不单加洛福 很多商家都关门离开了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的一位负责出租的经纪人解释道 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里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 现在这三座建筑的利用率只有70% 一位附近的贸易商说 尽管租金价格下降了一半以上 但仍有30%甚至40%的房屋空置 根据中共当局公布的7月份 各项重要经济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已经全面崩塌 包括投资、外贸、地产、金融和消费 所有环节的数据都崩溃 尤其是投资数据 最能看出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 因为投资是经济的核心支柱 如果投资一直高速萎缩 中国经济必然进入萧条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今年1至7月的固定投资总额为28.59万亿 而去年同期是31.98万亿 萎缩了10.6% 仅次于2019年的萎缩13.2% 而民间投资1至7月份只有14.94万亿 比去年同期下降16.1% 也就是说民间放弃投资选择躺平 外商投资就更惨了 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 今年一季度 外商直接股权投资是286亿美元 而到了第二季度 只剩下37亿美元 可以说是垂直落体很快就要接近清零了 这些都说明 民间和外资都对未来中国经济失去了信心 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了中国巨大的经济问题 《纽约时报》、《华尔加日报》等媒体 对中国经济的描述是僵尸化 40年增长模式终结 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缓档等 可以说 各方都感觉到中国经济大势已去 中共当局也意识到了经济的颓势 试图托起股市、房市 8月27日晚 中共当局出台了对A股市场的四大政策性利好 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 阶段性收紧新上市公司的融资节奏等 在过去 这个会是超级利好 单单是降低印花税这一项政策 就可以使中国股市暴障至少一周 但是现在四大利好齐出 A股的上涨行情却只坚持了一分钟 資深评论人将天良在他的天良时份节目中分析 现在对中共来说最大的问题是 人民对中共政府已经不信任 也没有信心了 过去当局一出利好消息 人民就觉得政府是强大的 对政府有信心 认为政府想做什么就能调动资源做什么 但是现在中共已经变成了主老虎 不管是股市还是房市 再出来好消息也不会涨起来 中共不但没有托起股市房市的能力 联盟骗人的能力也没有了 评论人士江峰也肯美国之音发文分析说 与经济层面大萧条相比 内部脱勾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 而且这个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文章说 内部脱勾和外部脱勾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政治信任的丧失 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 也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它彻底激跨了几乎所有人对未来的信心 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文章总结说 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来 面临着一日比一日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 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 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 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 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 这些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 据路透社报道 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29日和中共总理李强会面的时候 中共要求美国缩减技术出口管制 同时撤销对外投资的行政命令 但立即遭到雷蒙多的拒绝 请听报道 雷蒙多和徐行的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欣斯当场表示 我们的技术限制是不用谈判 雷蒙多表示 希望有关出口管制的对话 有助于提升符合规则 而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向它反映 中国不可投资 因为中国已经变得风险太高 他说 中国以国安移类为由 禁止采购美光部分产品的行为 无道理 如果中国违反法治 美国将挺身对抗 尽管李强强调 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仓石 稳定闹 但雷蒙多当日先后和中国副总理 何立峰和李强会面时 都重新尽管不尋求和中国脱钩 但美国对保护国家安全绝不妥协 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认为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这边 已经将对中共这次选择性的脱钩 它其实做了一个切割 也就是说 它将商业贸易和科技这两个领域 做了一个比较严格的区分 可能在科技领域 尤其是一些先进的技术 一些晶片等类似的东西 它可能会定义成为说 这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样在这些问题上 美国可能不会做任何的让步和妥协 在这些领域 美国该发的禁令 可能会继续这样发 雷蒙多在与李强会面时表示 拜登要求我在这里 传达我们不寻求脱钩的信息 我们寻求维持 和中国价值7千亿美元的商业关系 我们希望这个关系 为整体关系提供稳定性 他补充说 我们希望在对抗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滥用 和分泰尼危机等全球关注领域上 和中国合作 为全人类做正确的事情 雷蒙多还表示 拜登政府支持中国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唐正远认为 在另外一方面 就在商业贸易这个领域 尤其是针对着 中共对美国这边的一些公司 进行的骚扰 还有就是美国这边 针对着中共一部分 这些公司的禁令 这种实体的清单等等 这样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双方相对来说 他不是那么敏感 所以呢 他可能会有适当的双方 都做一些让步 然后呢 双方可能达成一定程度的这个缓和 双方都互相的给对方放行放松 我们看到现在基本上 出现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不过 据路透社报道 雷蒙多从北京前往上海的途中 向同行的记者表示 美国企业不断表达出 中国已经变得不宜投资 美国企业认为 好似罚款 突击搜查 以及种种针对外国企业的 不友善举措 正在不断提高在中国经营的风险 因此 雷蒙多表示 企业正尋求在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发展机会 突显出美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不乐观 美中的关系 似乎脱欧的速度 远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快 因为此前有学者提到 当不需要政府要求 而民间都在主动脱欧的时候 也就是走到脱欧的最后一步 而官方的关系 就可能完全失去稳定闹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 今日新闻再会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